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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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收看奇倫頓甲 我是George Show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三個資訊 分別是恆子和恆信和比亞迪 上次的標題有點尷尬 原本想說大致有機會跌穿萬八 但當影片正式出門的時候 其實已經跌穿過萬八千點 但當影片正式出門後 曾經是18,300本的數字 如果以上次分享的內容 例如Long Put 或者Shot Hall的工作 我們做少少調整 也有些事情要收拾 舉個例子 我有客人在8月18日 做了一張萬八的Long Put 去到22日子站 一張大園也有七百千元 如果大家覺得 18,800的Long Put 要用差不多250點 相對於上次分享的150點 差太遠 那麼我們可以選擇另一個行使價 17,800的Long Put 在18日都是170點左右 不是差太遠 而出來的效果 也不錯 可能觀眾會說 18日發生的事情和今天的內容有什麼關係呢? 有,因為不論18日和22日在市場上觀察到的一些資訊 對於判斷後市的走勢和我們用什麼策略都有一個很大的參考價值 首先對後市的看法 我個人覺得是有機會要繼續跌下來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最主要就是看回在17、18日恆子即日的走勢 市在17日星期四個日其實一開始已經跌穿了18000 不過它很快用一個上午就上18300的水平 當然之後又跌下來 但臨修市也算是18300左右的位置 去到18日市輕微低海很快又跌回18000 但是最大問題是真的跌一跌 碰完之後轉頭就一跌跌下來 這裏整個走勢就很差了 首先碰了三次18300點 但是三次都站不穩的 轉頭就跌下來 還要說到18日 星期五多日是一跌跌下來 因為這麼差的形勢 我當日也有一個很快的訊息 跟客人說不如做個長撥吧 而其實這三下的18300點 碰過站不穩已經形成一個短線 也有一點點強的阻力 恆子一日未能夠站穩18300點 我們都未可以說恆子有一個明顯的轉勢 而雖然近期這幾天的市場反彈上來 但是就算比較高的 24日市場是18200點 連碰一碰18300點也做不到 如果這樣好像真的弱 我們就繼續做長撥吧 但是到了這一刻 我對於長撥有些保留 其實我在22日那天也建議一些客人 吃了一些Boot或者用其他方法來捕捉客人潛在下跌的機會 為什麼呢 其實有不少市場資訊出來都看到客人 似乎 比較小的機會是一支箭跌下來的 這裡我以保力加通道來跟大家做少許分析 從14日 一開始跌穿19000開始 就一直跌下來 保力加通道 大家會看到上下兩邊其實是拉闊了 通道拉闊了 而國市基本上貼著通道下方的線一直跌下來 大致上跌到22日左右 但是很多時候當這個情況出現的時候 我們都幾常看到 是之後國市會有一個後抽或者橫行的狀況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三個圈圈 首先就第一個紅圈 也是啦 國市某刻輾轉跌下來 保力加通道拉闊了 貼著下面一條線一直跌了一陣子 就出現一個後抽 後抽完一排才重新再展開了跌落 第二個圈 藍色這裡 類似了 一路跌下來 保力加通道拉闊 貼著下面條線跌了一排之後 橫行一段時間 然後甚至還有一個多大的反彈 而第三個紅圈 承接著 貼著條保力加通道下線 通道拉闊了一路跌下來沿著下線跌 來個後抽 然後再重新再走出一個走勢 下個星期三 8月30日就到期了 當市不是一支箭地跌下來 市間的好選 效果就很明顯 很嚴重 先別說兩個紅圈 市有個後抽 就算藍圈 跌到這麼想和你橫行一排 我們都夠手了 因為 橫行一個星期 但一個星期之後 8月將投票選擇都已經到期了 看看我們選擇什麼行駛 投票選擇 隨時因為這些時間值的好選 我們的長投票由贏錢變輸錢 所以在22日 星期二觀察到這件事 我又和一些客人講不同的處理方法 今天會講一講 將長投票選擇作孤期戰 而這個做法 亦都可以讓大家參考一下 接下來 我們如果要嘗試捕捉潛載下跌的機遇 用什麼方法 長投票好一點 還是孤期會好一點 如果市會繼續跌下來 但是未必跌得那麼快 Long Put 最大的問題是 會出現時間值的好選 沒問題 那我就轉孤期子 孤期子沒有時間值 總之某刻它跌下來 我就有錢賺 但問題是 凡事都有一個可能性 萬一市已經跌到升上來 孤期子每升一點 我們就每張輸回一點出去 但是這個顧慮 我在8月22日 看回即日市況走勢 就放心了很多 為什麼呢 22日上午 稍微有利好消息 包括傳說 國家打擊對人民幣的 做坦活動 然後有些基金也進行自購 但是如果力度不強 市場也不太能購買 市場也去不到17,800點 就跌下來 上升動力真的不大 到了下午 下午厲害了 這個人這樣升上來 我也在找到 當時找到是不是大陸 出了一些很利好的刺激經濟政策 但是到了黃昏 也看不到任何相關的消息 似乎國市這樣抽上來 升得這麼快 都只不過是 過去一段時間 跌得比較多一個反彈 這些情況 但幾百點 並不出奇 都不論是22日這一天 或者之後的幾天 不論在收市 國市都未能上升18,300點 這樣的情況下 令到我大了信心 國市未必這麼快有一個大升的狀況 既然如此 長期期又會是時間值 國市又未必會怎麼大升 接著還有一個 不小的下跌可能性 不過可能要 偶一排才再跌的話 那就估其子 如果手頭上沒有任何淡倉 在這一刻選項 都可以想想 可能估其是一個比較理想的做法 前提是 他一天未上升 或一企賺18,300 特別是 碰都未碰到18,300 估其好像相對都 挺划算 估其後跌到多少 估其後純粹和我跌幾十點 就無謂做了 我們可以看看 首先 國市不要升穿18,300 否則可能會轉勢 不然的話 早前國市曾經跌穿18,000 今年其實只是說5月底 碰過一下18,000 再數上去什麼時候穿過18,000 數到上年了 就這樣看來 好像去年 這個位置是不是有一點支持 都站了一段時間 增持了一段時間 其實這個南圈不是太強的 特別是之前國市曾經跌到這些位置 附近17,500 如果他突破不了之前 18,300左右的這個阻力 形成一個後抽 再跌下來 隨時就跌穿這些位置 比較強硬的支持 其實可能是17,000 18,000左右跌到17,000 18,300就在於如果升穿這個位置 有機會轉勢 但在這個位置 我們都可以考慮一下 沽的期指 看看他會不會試到17,000 佐治常之前提及過一些 Long Put Short Call的動作 現在都接近8月底 當然我們不要考慮8月 如果9月想不想得到 Long Put可以的 當然 還有一個月的時間 如果他跌下來 爆炸力可能就弱了一些 還有皮肺就會重了一點 但是 還可以考慮 至於Short Call Short Call我其中一個顧慮 就是10月會開人大 人大會議會不會有利好經濟的政策 很強烈的推出 每一市場有這樣的預期 擔心就是 萬一我們做了9月Short Call 它中央升了上來 就不湯不水了 我們到底是 Hold住Short Call 甚至賬面上沒什麼錢贏 甚至輸一點 將9月Short Call 搬到10月 繼續磨時間 還是怎樣 因為如果10月真的是 人大會議會有什麼經濟政策出來的 我們 這張Short Call 就可能逐著止蝕了 這就是一個比較尷尬的情況 和Short Call 理論上也算是無限的 所以 這裡我對Short Call 就有少許保留 但是整件事 不論是沽期或是 南坡 我覺得雄字這裡都可以考慮 因為沽期我們也不需要等太久 在某刻撒下來我們已經可以死了 這是指數 大事有分析 很快說說 騰訊和比亞迪 騰訊 直接網幅圖 320元左右的水平 其實是 今年5月的時候碰過一下 再數都去到去年了 但是現在不論是 整個民營企業 或者科技企業 和中國政府關係好像都好了 加上 拜登所謂 禁止投資中國企業 傳聞中 最終應該不會影響已經上市的公司 所以凡此種種 騰訊320元 我覺得是一個挺划算的水平 不介意坐貨 手一排 買證股或Short Put 都可能是一個比較理想的選擇 另外一隻是比亞迪 這隻是電動車 220元左右的水平 其實自從巴菲特某一下 說比亞迪是好公司 他不會急著再沽手上的持股 之後 其實比亞迪從頭到尾 根本沒有碰到220元的水平 就算不說股神 比亞迪本身業務 一向都做得好 中美磨擦 剛才說了 拜登的行政命令 應該不會影響意義上市的公司 以及比亞迪 為什麼都應該 業務性則不視在 行政命令制裁的行業 不論是電動車入口 或是晶片佔收入比例 所以 要擔心的事情不是太多 買證股和Short Put 資源是一個潛在的做法 在走勢上 駁一駁有一個反彈做Long Call 都可以考慮 如果有能力 手一手一排 坐一坐貨 當然 比較有把握都是買證股和Short Put 今天一個簡短的分享 和大家講的三個資產 包括是恆子 騰訊和比亞迪 希望大家覺得今天的資訊對你們有價值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也請給個Like 和Share給你們的朋友 最後 投開一般簡大並非任何法律 財務行事依據 或者買賣邀請 資產大家可升可跌 投資可賺 既權既富有這麼多效應 可以放大潛載贏 任何情況都必須免觸案 金要求滿足不了 有機會被人強制平倉 部份策略最大潛載損失 理論上有機會是無限的 最後真金白銀買賣 請目標問自己的經紀 和獨立專業人士的意見 今天的分享到這裡 多謝各位 如果你們喜歡這段影片 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 就不會錯過每一條藏金地圖的影片 還不快點行動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 歡迎留言 旗權遁甲每個月都有市場 如果你想看旗權投資的威力 請按下方的連結報名